它是总结了先亲主子的精华 吸收了各家的优点 然后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李治春秋修好以后 李不威曾经把他那个书 挂在那个都城咸阳的城门上 而且悬赏 说谁能够改动这个书的一个字 赏千金 这件事让我们想起来了 当年那个商鞅 说把那个木头大木杆子搬一搬 要赏重金 其实李不威说 这个改动一个字赏千金这个事 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这叫炒作 而且叫自我炒作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东西炒 没有网络没有媒体炒 他就挂到城门上炒作 谁能改一个字赏千金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写书的人 任何一个作家都知道 自己写的书 不可能一个字都不能改 书都是能够改的 他说你改一个字 我就赏千金 只能说明两点 第一 自信 李不威确实有自信 第二 权势 有权力他敢这样做 换一个人 一个草民 写一本书 往那一挂 说我这个字 你给我改一个字 我赏你千金 那人家你看见 你是个草民写的 一个 这个 一般的人写的 别说改一个字 我把你书整个 拿下来给你烧了 你怎么办 你无可奈何他 这说明 李不威很有诠释 一是自信 二是诠释 所以他敢 那么张扬地说 谁改我一个字 我赏他千金 这是李不威 这是他的门客 给他办的第一件事 写李是春秋 第二件事 他养这么多门客 其实还有个原因 就是储备人才 所以李不威的门客 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 可以说是秦王朝 一个巨大的一个人才库 但是李不威是想 为秦国储备人才 秦王嬴政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嬴政会觉得 吕不威是在储备人才吗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 来看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可以看出来 嬴政对吕不威 养了这么多门客的 真实的看法是什么 吕不威在秦王嬴政 十二年刺杀 本来他生前是相国 他死后应当举行国葬 但是因为他是自杀 不举行国葬 是吕不威的门客 把吕不威埋了 埋到洛阳的盲山 这个葬法当时叫窃葬 窃贼的窃 窃葬 所谓窃葬 就是按照一般老百姓的那种葬仪 把吕不威安葬了 这件事被秦王嬴政知道了 秦王嬴政知道以后 专门下了一个诏书 就是为吕不威的门客 窃葬吕不威这件事 下了个诏书 做了这么一个严格的规定 凡事吕不威的门客 无论参加这个吊桑仪式与否 一律流放 如果说参加吊桑的这些门客 有韩兆魏三国的人 把这些门客驱逐出境 开始驱逐六国的人 驱逐出境 如果是秦国的人 秦国人做吕不威的门客 奉禄在六百十以上的 不但流放 而且要夺决 把他的决位给免了 奉禄在五百十以下的 只流放不夺决位 但是所有的门客 一律流放 韩兆魏的是赶走 其他的流放 你看秦王嬴政 对吕不威的门客的处理 吕不威是三千门客 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秦王嬴政并不领情 并不认为吕不威的门客 就是他的将来的人才库 是他的智囊团 他不这样认为 反倒对吕不威的门客 采取这种打击的办法 这说明嬴政是怎么看待 吕不威的门客呢 他把吕不威的门客 看作是自己政治上的一股 敌对势力 是威胁自己政权的一股势力 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严厉处罚 我们在《史记吕不威传》上看到的 是另一种记载 说吕不威是因为六国的使者 来请吕不威 所以嬴政担心 实际上这件事情上 绝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看出来 秦王嬴政对吕不威 是怀有深深的戒心的 不单戒备吕不威其人 而且戒备吕不威的手下的三千门客 嬴政这个戒心很深 那么嬴政为什么要戒备吕不威呢 吕不威收养门客三千人 从秦国发展的角度来说 吕不威的确是在为秦国储备人才 选拔人才 并且吕不威还组织人 为秦王嬴政编转了一部帝王教科书 吕氏春秋 但吕不威所著的这些 丝毫没有影响秦王嬴政对他的戒心 那么秦王嬴政为什么要戒备吕不威呢 只有一个理由 吕不威的权力太大了 吕不威在庄襄王时期做了三年丞相 在秦王嬴政时期做了九年相国 前后做了十二年的丞相 他这个丞相的权力 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来自于职务 就是他作为丞相相国 应当赋予他的权力 这是一种权力 另一种权力呢 吕不威还有一种特殊身份 吕不威是太后赵吉的前妇 在这个婴政小的时候 他给赵吉还有过一段私密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赵吉还会给吕不威一些特殊授权 所以吕不威的权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于职务方面的权力 一方面是来自于太后赵吉 这个特别给予他的权力 所以吕不威的权力 可以说是相当之大 这个巨大的权力 是婴政非常担心的 第二 除了权力以外 吕不威还有多项军功 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 非常重视每一个人 对国家所立的军功 吕不威在掌权期间 继续执行统一中国的这个既定方针 不断对对六国用兵 而且是节节胜利 特别是在秦王婴政五年的时候 吕不威派兵打了个大胜仗 这个胜仗是在卫国打的 他在卫国的这个地盘上 夺取了几十座城池 建立了一个郡 这个郡叫东郡 这个东郡实际上就是山东这一带 可以说东郡的建立 让秦国的国界和东方的齐国截壤 本来秦国和他截壤的自由 韩国和魏国 现在东郡建立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东郡的建立 让齐国感到的秦国的直接的威胁 而且的东郡的建立 把这个六国南北隔断 南北隔断以后 六国要想南北再合纵 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吕不威有很多军功 这个军功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是吕不威的政级 另一方面又是吕不威的权力基础 是他有巨大权力的基础 第三 吕不威在他的十二年执政期间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所以他有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就是他的政治势力很大 他是秦国两大集团之一 第四 吕不威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势力 我们前面讲吕不威非常聊的 他从一个商人看中了艺人 认为艺人期货可局 然后通过运作让艺人成为嫡子 安国军的嫡子 后来又继位 然后又辅佐了艺人的儿子 吕正 吕不威所有的运作都很成功 但是吕不威在他的后期 他犯了错误 他这个错误主要是这么紧 第一 他客观上形成了烙矮集团 烙矮集团的这个出现 和吕不威有直接的关系 吕不威如果县的不是烙矮 那可能出现烙矮集团 吕不威发现了烙矮 又设计县了烙矮 烙矮又得到了太后的高度信任 召集又那么弧度 不但让他富贵 而且给他权利 烙矮后来专善秦国的国政 成为和吕不威对抗的一个大集团 这都不是吕不威开始想得到的 这件事情上 我们说吕不威自己脱身是对的 他不能给太后保持这种私密关系 这个做法是对的 他给太后找一个男宠 也没有大过错 但是过错在太后 但是责任吕不威的分担 他把烙矮给弄出来了 然后烙矮又形成一个大的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又和吕氏集团对抗 这虽然不是吕不威的初衷 但是这个集团的形成 吕不威有责任 而这两个集团 不但在秦国 在整个天下 人们都知道 战国策 有讲了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 我们把这个故事讲一讲 大家会明白 明白好几好多事情 这故事怎么说呢 说秦国就攻打魏国 魏国就有人 向魏国的国军建议 说秦强魏弱 魏国肯定要打败 打了败仗 你一定要隔地求和 你与其打了败仗再求和 不如先隔地给他 别等他发动战争 你先隔地给他 他说现在秦国 从一般的老百姓 上纸高官都知道 秦国是两派 一派是吕不威 一派是落矮 吕不威这一派 是坚决的主战派 落矮这一派 倒不急于去吞并六国 这原因很简单 因为吕不威 他是为秦国的利益服务的 当然要去歼灭六国了 而落矮这个集团 我们知道落矮就是一个 身体强壮的人 除了身体强壮以外 他一派是一派